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心语 那周海媚历史的消息啊 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意外实在太多了 大家都在想呢 一线城市啊 医疗条件那么好 那为什么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还出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呢 所以未来啊 这个老人陪伴啊 那周海媚不算老人呢 就是这个中老年人或者有病在身的人 他的陪伴啊是一个大的问题 你想想 这个周海媚去世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家里边 她好像是在西洋 在保守治疗啊 那么凌晨去世的 像这样的一个女明星 她不可能请不起保姆吧 而且呢她确实是在独居 没有儿女没有伴侣啊 亲人的家人远在香港 那在这么一个北京的下雪天啊 就这么悄然离世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现在对不少啊 可能中老年朋友 像我这样的 或者是很多人都在想啊 怎么养老 甚至有的年轻人也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啊 现在家庭的观念和结构 已经有很大变化了 很多时候呢 现在是现代社会的这个子女啊 都外出打拼 老人呢是留在家县 或者独居在另外一个城市 在一个单独的建筑里面 儿女也指望不上 而且呢 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啊 养老机构啊 社会养老服务各方面还不平衡 所以你也指望不上这个 这些老年人的养老 特别是有这种长期病痛 这些照看 这些社会护理呀 是一个特别迫切的一个问题 对呢 我觉得在未来啊 可能养儿防老啊 不是太靠谱了 但是靠机器人养老 我觉得倒靠谱 其实呢 我不是说人不靠谱 而是说人不可能像机器那样 完全不出错 完全不忘事 那如果是个利索的机器人 来照看你的生活是吧 是不是有点意思 我们看一下啊 波士顿机器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 很多朋友可能都见过 这是 波士顿机器啊 就是现在被韩国 现在收购了 嗯 他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这个上面干活的人呢 招呼机器人 把工具给我拿过来 工具包 他看了一下 够不着 于是他搭一个桥 然后呢 通过这个桥 上到脚手架上 你看他去取这个工具包去了 哎 拿到工具包 然后呢 转身上台阶 通过自己搭的桥 走到脚手架上边 哎 跳到平台上 转身 把工具包扔过去 哎 然后后边呢 就是精彩的体操式的下方 我们看一下啊 一 二 三 哎 是不是体操式的下方 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来照看你的老年生活 是不是 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个 就是特斯拉的机器人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见过 特斯拉现在做的一个叫青天柱的机器人 最早的时候呢 当然很初级了 现在逐渐就能力就比较强了 可以在办公室浇花啊 搬东西啊 搬砖啊 一些基本操作 特斯拉呢 他是啊 把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啊 应用到了机器人上面 所以呢 呃 我个人觉得呢 机器人和外骨骼 人工外骨骼 是我们将来能不能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人工外骨骼 这个公司叫Wandercraft 是作为人工外骨骼的一个比较先进的公司 注意啊 这不是机器人 哎 这是一套人工外骨骼可以商用的啊 他现在的主要是针对那些啊 失能人士 伤散人士 下肢不能动的呀 或者是呃 神经有问题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能帮助他行走 这是看到了吗 这是人工外骨骼在帮助人的行走 那现在呢 中国的人口红利啊 已经基本结束了 未来人工费用会越来越高 而且呢 你说将来请得起保姆的家庭并不多 毕竟是 未来这个老龄化社会啊 这个保姆和护工啊 缺口会非常大的 那怎么办呢 哎 我觉得科技和AI 人工智能 可能能提供啊 刚才说的 比如说像这家庭护理的机器人是吧 他可以帮助老人起居生活 哎 提醒用药啊 健康监测 这就是穿戴式设备 已经比较成熟了 另外我认为啊 这两大技术呢 可以大幅度降低养老的成本 提升 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解决未来比较严峻的 这个人力供给的这个压力 技术创新啊 往往能够突破现有模式的各种限制 能起到游戏规则改变的作用 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了 也看到这些人工外骨骼了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场景啊 比如说我们设想一个 20年后吧 一位老人 我们叫他李爷爷啊 那么机器人呢 他比较小肚了 也比较小王了 叫小蜜吧 比如说在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卧室里边 哎 李爷爷平静的躺在智能床上 那手腕上的这个穿戴设备呢 就监控着他的血压和心跳 清晨的时候呢 家用机器人小蜜 轻声的呼唤李爷爷 哎 该起床了是吧 语音提醒他 按时吃药啊 今天的时间安排给你看看 1234是吧 然后播报新闻和天气 做个生活助理一样 那起床之后呢 哎 这个小蜜啊 能够轻松的啊 避开地上的这些障碍物啊 稳定的护送着 或者拖着李爷爷呢 到卫生间 他可以帮助老人梳洗啊 如厕呀 洗漱完之后呢 这个小蜜呢 又护送这个李爷爷到餐厅 哎 其他倒水是吧 端出热腾腾的这个粥 什么鸡蛋 早餐也好做嘛 饭后呢 他去擦净桌面 哎 把这个食物残渣倒到阿姨桶里边 把这个餐具呢 放到自动这个清洗装置里边 那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呢 哎 小蜜呢 会自动的 哎 这个 把这个李爷爷的床呢 让他变形 让老人能够舒适的躺到上面 比如看电视啊 听音乐啊 到傍晚的时候呢 老人想下楼逛逛 哎 小蜜呢 帮助李爷爷穿上 轻便的这个人工外骨骼装置 哎 这套装置呢 就跟老人的这个第二骨骼一样 是吧 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 哎 做他平常可能做不到的事啊 一些动作呀 一些 呃 这个 膝关节呀 这个宽关节的动作呀 这些都做不到的 哎 通过这个机器人 他就能做到了 呃 那这样的场景啊 其实真的不遥远 那目前来说 呃 技术已经能达到了 只不过太贵了啊 那刚才说的这个 这些里边啊 其实机器人技术啊 已经比较成熟了 降低成本 那人工外骨骼技术啊 还需要发展 主要是电池和材料啊 呃 那么电池的话呢 现在 纳粒子电池 包括丰田正在搞这固态电池 哎 将来没准都能用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 材料啊 轻型的 高强度的材料 那么现在有呃 纳米材料 是吧 碳纤维材料 还有呃 钛合金啊 这些 几十年前都有的 这个技术了 那么将来呢 会不会有更轻的 强度更高的材料 那么有了这些电池啊 有了这个 更先进的 这个关节系统 哎 可能这机器人 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刚才我们看的 第一个视频啊 就是那个 帮助建筑工地 拿工具箱的 那个机器人 他是 液压骨骼 液压这个关节啊 特斯拉的机器人啊 他的关节是 电动马达的关节 这个区别就大了 主要是成本上区别 按道理说呢 波士顿机器啊 就是我们刚开始 看到那个机器人啊 他的这个关节啊 承载能力是更大的啊 缓冲效果也是最好的 但是他贵 哎 那马斯克这个机器人呢 他就便宜 哎 他的这个机 便宜 但是他承重虽然不是太大 但是他呢 便宜模块化容易换 哎 这是目前来说呢 机器人 已经进展到现在 最先进的两家公司的技术啊 他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满足 我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了 只不过他还太贵啊 你像这个照料啊 服务啊 陪伴这些都没有问题 再有了现在这个 ChadGPT是吧 AIGC的加持 像对老人的这个聊天啊 也情感交流啊 也都没问题啊 特别是对一些 比如说这个 大脑有一定的障碍的老人 可以进行这个大脑认知训练 延缓他的痴呆啊 那实际上在30年前啊 我就见过这种 医院里边那种的心脏监测的设备 很大的一个装置 那现在有了5G 远程的话呢 你看血压心跳 这些所有的指标都没有任何问题 就周女士 周海妹 如果他佩戴了这样的设备 医院有同步 我相信啊 他应该能得到更及时的治疗 那现在呢 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在家里边 就这么着啊 就是呼叫啊急救啊 都没有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这个远程的监控的东西 那未来的话呢 我相信啊 像这些啊 就是受病痛折磨的老年人 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都会有类似的这种 健康指标的联网装置 以备不测 所以呢 有了家政机器人 有了人工外骨骼装置 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啊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将来的这个养老格局 啊 那么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机器人也好啊 还有外骨骼也好啊 谁来给我们造呢 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呀 我觉得特斯拉是给大家指明方向了 我一直在说呢 将来的汽车制造企业 如果他能存活到20年之后 大概率他会变成一个机器人生产厂 在那个时候啊 一台全功能的 家政机器人 可能就是现在一部家用轿车的价格 哎 如果维护费用的话 可能也相当 如果你使用的少 费用可能会更低 总体费用了会远远小于人工保姆 那 现在的北上广市一项城市啊 保姆起估价七八千啊 大很多都一万多的 可能更 年轻的会的东西更多的 那我们说二十年后 假如有人工保姆 这个费用得多少钱 那可能是个天价的啊 二十年后的保姆啊 我们下估计一下 如果用工资两万 一年就是二十四万是吧 十年就是二百四十万 那时候呢 一台自动驾驶的这个家用轿车的价格 可能和现在区别还是不大 可能还是大几十万 因为大家看到从最老的啊 老上海啊 老捷达呀 老桑那啊 那时候就是啊 十几万 二十万三十来万的价格 你看到现在 你这个图王啊 帕萨特呀 什么丰田 这些家用轿车的价格 基本上在这个水平 那么换了电池了 换了别的了 自动驾驶了 也没有高高太多 所以我觉得呢 在未来这个 汽车行业的发展规矩啊 发展的轨迹啊 他可能像智行啊 智能机器人生产转型 是大之所据 一旦这个像汽车的流水线一样 能生产家用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的价格会大幅下降 所以我觉得这个 人口老龄化问题啊 很有可能将来会变成一个 伪命题 因为大家想的都是积极生育 来不及啊 是吧 你人口红率已经减退 老龄化这么严重 护工这么短缺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的加持啊 你很难 并且我们从历史上看啊 在过去呢 是眼而防老是吧 那现在呢 已经不是了 现在呢 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 很多年轻人都在外地 你也指望不上 更何况如果说 不说这个酒病床线 无效子了 如果说你真的在病床上啊 几年 多少年 将来技术可能能更长的延缓生命 你真的忍心 把自己的孩子 绑在自己的床边吗 这孩子有孩子的压力啊 他的房贷压力 家庭里边经营压力 所以这个事呢 就确实是一个很难两全的一个话题 那只能说呢 我们说技术很有可能啊 这个就技术创新 这种突破 往往会让现有模式的这个种种限制呢 彻底得到解决 起到这个游戏规则的什么 这个这个改变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 很多过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啊 在科技进步下都能得到逐步功课 所以在中国未来的这个养老的严峻挑战的里边 我们不应该片面的想这个所谓人口红利消失啊 积极生育啊 应该看到啊 这个科技创新在过去啊 能发挥到的作用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李爷爷 他的这个养老的场景啊 真的不遥远啊 现在的技术已经能达到了 只不过呢 还没有可能还没有更多的这个实用价值 那在将来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的就是攒钱 那当然了 你可能还有更多的要求 刚才我们说周女士啊 周海妹她离世前 她为什么不找个保姆呢 我们自己想明白的道理 可能有私人空间啊 隐私的这个问题 我在想这事啊 她肯定不是请不起保姆嘛 有些人啊 其实对自己的生活啊 隐私要求比较高 一旦自己的空间里边侵入一个人啊 她你所有的所有活动都能被她看见 会有很多的不适感 在电梯里边啊 人和人离得太近 很多人都不太自在 人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啊 是一米多一点啊 更多一点 如果太近了 很多人就会难受啊 那要是个机器人在你身边 你是不是能感觉到更好一点 更何况如果是个机器宠物呢 哎 所以现在啊 你还是需要攒钱 起码要攒一台 家用轿车的钱 钱不多呢 你可以买个基础版的 钱多了呢 你可以买个林志志明版的 是吧 洋密版的哎嘿嘿这样的话呢 呃 可能啊 你才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哎 你这个有一个定制版的机器人啊 在帮你呃 照料你的晚年生活 那我觉得呢 这个 希望啊 看我节目的朋友吧 将来养老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无论是否有儿女养老 起码希望呢 将来你能有一个 家政机器人还有一套舒适的人工外骨骼 哎 想出去就出去 哎 想躺着就躺着 哎 生活在 未来的科技世界里边 也许呢 并不是啊 不可能的事 那好的 关于这个周海绵去世啊 给大家瞎聊几句 呃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